歡迎來到這個特別節目我的攝影棚 如果用英文就是MyStudio 那就是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就剛剛在Facebook那裡 就分享了自己一個技能解鎖 就是可以用手機 就一路將那個手機拍到的影像 直接上電腦那裡 直接拍了影片 同時就終於做到三樣東西了 就是我能夠看到樣子 拍手機手寫的東西可以拍到 還有就是不用剪片都能夠做到這件事 之前就是做到這三樣東西了 我可以手寫可以見樣子但是一定要剪片 又或者我可以手寫不剪片 那就見不到樣子就是直接拿手機拍了 又或者我可以見到樣子 或者又不剪片但是拍不到手寫 總之這三樣東西不能夠同時發生 只能夠做到兩樣 現在我就做到了 於是就分享了自己這個技能解鎖 有不少的同事朋友同行 都想知道是怎樣做到的 於是就拍了這條的教學影片 就去講關於這件事 基於這個無私分享 就拍這條片就分享怎樣去做到 有關今次的影片分享會講些什麼內容呢 其實我計劃了的都少少複雜的 就是想把這次我用了差不多半年時間 就一路去research 上網看片去學 去研究 去試 去失敗 很長的時間去到一些 才有今天這個setting 就比較方便簡單的能夠拍到片的 所以就藉著這個機會 就不要只是分享一個半個的位置了 我比較詳細地把這半年裡面找到的東西 學了的東西 都大致上去到表達出來 所以都會多不少的technical details 我明白就是不是每個人 特別是不是每個人都ready 去到太多這些technical的東西 我自己都不是太喜歡 但是我為了想做到要做到的東西 都OK啦 我會去努力學 OK 那麼 那麼 那些看上去很簡單的片 好像只有背景 然後就有 有人樣子 簡單的片 或者其實 有手機拍到的 看上去很簡單的片 其實背後要做到這條片 都挺不簡單的 這個是事實 我們很想的東西是直接work的 我就是想這樣 你就做到 很簡單 很容易就描述到出來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 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去做得到 今天這條片是日後拍的 所以你應該聽到背景 有些小朋友的聲音 容量是這樣 因為有這個夾麥克風 應該我的聲音都足夠清楚的 我不是Youtuber 所以這個教學純粹是一個 分享性質的 大家慢慢看 就是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一些Youtuber 去拍片 去教人這些事情 所有東西會很詳細的 給了連結 所有東西都一步一步的教了 因為太長了 所以我就不去做這些 純粹是一個分享性質 亦都可能會有一些東西 我做給你看 會有一些step 我就會show case一下 到底我是怎麼做 所以 在一個做的過程裡面 可能你會覺得 浪費了一點時間 有一點自己自行飛 快看 自己處理 OK 好 那就 開始 其實 說起最初 就是 為什麼花半年時間 去做這些東西 拍片 其實都是為了想教好一點 如果我真的想拍片去教的時候 就希望學生會喜歡看的 因為教學是我的工作 我自己去做的一件事 所以我都會 用心做好的 用心做好那件事 都是我對自己的要求 還有我都很希望能夠藉著親身的示範 去到教式同學 原來你們將來都要這樣 將來你們去做別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我這樣去教書 但是無論你做什麼 我都希望大家盡力去做好 有要求地做好 自己又會覺得舒服 其他人又得到的幫助 也都對整個社會應該是有貢獻的 我期望就是 為什麼這麼努力去做這些東西 我教數學而已 為什麼搞了好像搞電腦的 好像我做STEM的 其實就是 我就是因為這件事 都是為了教學 想教好一點 我會去分享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因為 有一樣很觸動自己的 就是一個叫Hacker的 Mindset Hacker 其實大家聽下去 就覺得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但是其實都不是的 一開始Hacker 是一樣很值得尊重的東西 到現在都是很值得尊重的 他跟那些到處去到 Hack了別人 然後就去破壞這個世界 那種cracker 其實有點不同 其實我們的Linux 很多的東西都是因為 有一個自由分享 很希望很多東西是能夠免費得到的 以至是能夠 很多的人都可以受惠的 藉著這一種 很想去貢獻自己 去祝福這個世界 這樣的Mindset 去 令到我得到很多的啟發 成長和幫助 一會兒都會分享到 我當中用到的不同的軟件 很多都是這種Hacker Mindset 出來的一種叫做 GPL FreeSoftware 不只是FreeSoftware 是Freeware 直接是Open Source的 Open Source和Freeware有一點不同 Freeware就是擁有的 只不過免費給你用 Open Source就是 那樣東西本身 就是大家所擁有的 所以有這些東西會觸動自己 所以我學了的東西我也很想去分享出來 不過我也說回 免費和商業都是各有價值的 但我覺得無論怎樣 商業做了東西應該得到回報 例如我自己工作我也要有薪資 各有價值 但不應該為了滿足自己的個人利益和貪婪 去做的 所以我看到兩種價值 第一個就是祝福其他人 以及個人利益上 大家會怎樣去選擇呢 講完這些了 有關攝影棚 先講一點 其實它是我廳裡面的一個 細小的角落 我廳也不是很大 於是我把工作台 我把工作台變成了一個攝影棚 在很有限的空間位置裏面 就盡力做好我的這件事 這個就是我的工作台 一定要提的是 很感謝我老婆Janny的支持和配合 他說要買什麼 他就說好啦你買啦 是工作來的 我說要用家裡某些資源 譬如我拿到家裡 另一個地方的燈 我老婆又會很支持 你做事的東西 所以就非常感謝他 有一個這麼好的老婆 真的很感恩 很難得 買了什麼呢 我買了多了一個螢幕 原因就是雙螢幕才拍片 會容易很多 因為當真的拍片的時候 一個螢幕是要用來錄東西的 另外一個就是用來控制 我在旁邊這一邊 其實我看到 我自己在拍的東西 是什麼來的 或者如果一會兒要轉一些控制 例如我要按一下 按一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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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都可以在另外一個螢幕做 所以多一個螢幕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我一定要拉過來這一邊 然後再在這一邊按 你就會看到 一會兒我都會給你看 這個東西 好 講一下麥克風 麥克風我正在用這隻夾麥克風 我一會兒會講他的型號 大概200-300元左右 200多 200中間 還有webcam 就買了500多 近600 這個就是買了的東西 除了買了的東西之外 還有綠色布 其實我後面有一塊綠色的布 一會兒都會說怎樣退地 我一會兒再show case show那個綠色布出來 還有就買了一個三腳架 不知為何沒有打到那個價錢 隨便吧 200元 大概是這樣的價錢 花了不少錢 但是長遠用 都可接受的 雖然我們家裡沒什麼錢 另外就是自製 很多東西我會自製 譬如這一塊 我昨晚自製 一會兒講一下它是什麼 還有我把綠色布掛起 怎麼掛呢 我買了綠色布回來 後面其實是牆 怎麼掛呢 我也是用自製的方法 去掛起 總之那樣東西work 就ok了 我會接受到 不用買一些很貴的東西 有些東西自己處理到的 就自己處理 軟件方面 我用OBS 剛才拉出來給大家看到 這東西就叫做OBS 另外就有一個叫Droid Cam 令到我的Android機 可以將它拍到的東西 直接就擺上電腦 當作一個webcam 這個就是軟件 免費的 但是有付費版 我用付費版的 40元港幣 會再好一點 沒有廣告 還有 有一個叫backboard的軟件 這個就是可以不需要用到的 不過我都用了 自己再方便一點 稍後都會再介紹 另外就是一些剪片的軟件 如果你不剪片 純粹想像我一樣 拍了 就直出 那就不需要剪片 但是有些時候都會需要的 譬如說 拍了大半到最後那一刻 才會脫掉 如果真的要剪掉 譬如你 一個不小心說錯話 你就真的要剪掉 於是剪片軟件 都會幫得到手 所以有這個 Olive 就是我最簡單的剪片軟件 我就會用它 DarVinci Resolve 是一個免費 非常Pro的軟件 另外就是剪聲 還有做動畫 我Blender都用過來做我的intro 我的intro是這個 回來了 這個就是我的intro 就是用Blender去幫忙做的 OK 那麼 資源 YouTube 是很重要的資源 互聯網 很多東西我全部不懂的 全部都是我自己去打個名字 找不同的方法 打個問題 很多在YouTube那裡看 有YouTube看片 你就需要有時間放下去看 要慢慢執行 還有要接受自己 慢慢進步 我今天 set up 到現在這個樣子 不是一朝一夕 能夠做得到 總之就是 要慢慢把一件一件的東西 加入自己的資源庫 裡面 是一個 長的過程 好了 實際分享 內容有什麼呢 有關聲 有關影像 有關手機架 有關直播軟件 OBS 有關怎樣去除背景 有關把手機當成webcam 到底怎樣做 還有呢 有關其他小工具 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關課金再進化 再升級 都會再講講的 好了 有關聲音 聲音其實對那個影片質素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當你看一條影片 聲音不好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不知不覺自己皺眉頭 你自己都沒有為意 但是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同學去到看片 而看你的影片一直皺眉頭 其實就是因為背景有很多雜聲在阻礙他 他集中不了 他的學習就會相對差一點 這些是不能說的 你不能投訴他的影片質素太差 不能這樣投訴老師 但是如果老師在這方面 再做好一點 同學會更加享受到教學的內容 所以其實聲音對於影片質素是有很大的影響 這是我想帶出一件事 另外就是其實聲音比較容易做好 很值得做 怎樣做呢 有三種的方法 一種就好像我現在是一個格麥克風 200至300元中間 Shotgun麥克風也是差不多這個價格 另外有一樣東西叫USB麥克風 我說沒有 這個例如一般比較用得 流行也是很質素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 Blue Yeti 的USB麥克風 他就很簡單 就是一隻麥克風 然後就放在電腦上 就是一隻麥克風 就是這麼簡單 但他就會很美麗 做得很好 OK 夾麥克風就差不多這樣 他就是放在電腦上的3.5插 簡單單 3.5插 這個就是普通聽筒的插 現在手機沒有的 這一種 就是3.5插 他放在電腦上 就可以收到音 手機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手機有3.5插 插在電腦上 他一樣可以播到聲 不過3.5插都有幾種 一種是有麥克風的 一種是沒有麥克風的 一種是有聲又有麥克風的 總之你可能要上網YouTube 自己找一下有什麼分別 這樣 還有你想聽聲的話 也有很多這些示範片 在YouTube那裏 只要你有一個 靚聲的聽筒 普通失意的都OK 你看YouTube 就會看到 打回Boya BYM1 或者是Blue Yeti 這樣打下去 就可以有很多示範 去示範 給你聽 你覺得OK的 你又有budget 又想做的 那就去 買 你知道了 另外一件事 提一提 距離 其實有很大影響 三米之外 任何靚米都好 你三米之外 太遠了 就已經收不到 OK 三米 三米都很遠 在家裡 正常都不會有三米 但其實 那條數是這樣計的 它有個 Distance 假設 Distance 叫R 其實 我們說話出來 就好像散佈 一個 Sphere 一個球體 那個聲音 就會一直 擴散 是一個 波 波越大 其實就好像吹氣球 我們一個波 本身就是這裡 你吹氣球去到那裡 如果你的麥克風在那個位 其實是很薄的 如果你放近一點 其實就相當於 麥克風大很多 接收到的能量 都會強很多 所以 其實那個距離 是有很大影響的 就算你 什麼麥克風都不是 你就這樣把麥克風放近自己 多一點 通常放在這個位置 喉嚨 就不會噴到 就已經會 靚聲很多 如果噴到它 其實就是這樣 噴它 我如果說噴音 它會啪啪聲 啪啪聲 就會弄爆麥克風 你聽的時候 就會覺得 被衝擊 的感覺 因為它那個 聲音 去到那裡 去到最強 的位置 一下噴音 噴下去 所以 也有很多人 它有USB咪 也好 它在外面 再加一個 叫防噴罩 的東西 令到自己 不會噴 下去 我的夾咪 夾在這裡 噴就噴 前面 正常就不會噴 到它 除非我剛才 特意拿出來噴 就噴到它 所以 其實 麥克風應該 還有一個 防風罩 有了這個罩 套在麥克風 令到它 沒有那麼容易噴 噴到它 有風吹 影響它 但因為我在家 說話 經常不需要 於是 我最初也有 防噴罩 後來我都拿開了 應該都不用用 小小粒 更靚仔 好像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意見 可以再告訴我 另外 盡力去除雜聲 大家聽到背後 其實都有 多少雜聲 但怎樣都好 另外有一個回音 如果我們在一個空曠的空間 正常家庭就不會太空曠 有很多回音彈來彈去 其實那些 都會成為一個雜聲的來源 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放一些毛弓仔 或者掛起一張尖 等等 去到隔走了那些聲 如果你關門 其實有很大影響的話 你就關門 或者冷氣 都會成為一些雜聲的來源 這些就自己 提供情況去處理 OK 這個就關於聲音方面 就去到這裡 有關影像 其實你想把影像放進電腦 或者你想拍片 基本上只有幾種方法 一個是webcam 一個USB 插進webcam 有影像 可以看到 裝 driver 手機 拍片之後 我們就用檔案傳輸的方法 傳進去 亦都可以 手機 一會兒可以介紹 關於 Droidcam的方法 可以直接 變成webcam 另外就是相機 相機拍了 你就要抄進去 另外就是 Capture Card Capture Card 可以直接把相機的影像 放進電腦 變成webcam 都是想做這件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直接放進電腦 有什麼好呢 原因就是 一會兒講OBS的時候 會講到 有了這個不同的 資訊來源之後 其實就可以 靚靚仔仔的 弄好那件事 好 第二件事 鏡頭的大小 是會直接影響採光的 其實在webcam 真正的detect 影像是這麼小的 很小的 而正常的相機 就是那些 DSLR 無反相機 或者單反相機 那些 其實它也有 按上一大 按上一大 它的大小 採光會直接影響 而採光直接影響 就是影像的質素 即是說鏡頭越大 就越好 webcam 那個就叫超小 手機那個都是小的 另外就是燈光 是很重要的 我先示範一下 是怎樣做 首先我把綠色的 因為我改了燈光 就會令到它錄不到 即是沒有辦法淚走 我給大家看看 如果有燈光 和沒有燈光 其實是相差多遠 這個是沒有燈光的情況 你看到就是 那個 鏡頭自己也有少少的調節 令到整體的光 會強一點 但是如果 你看到這裡有些陰影 其實是沒有辦法弄走的 你就算換了 手機也不會 好 反而有光 就令到更多的光 反射到 然後 就把 去捏入光的片 我忘記叫什麼 隨便吧 採光的片 就會令到 那個webcam 即時升級了很多 這樣 這個就英俊很多 這樣 這樣 可以繼續 不是 我應該先打開背景 暗漸一點 好 另外 燈光怎麼打下去呢 如果一盞燈 普通燈也好 照下去 其實它會爆光的 怎麼為之爆光呢 就是 可能影著你的額頭 你的額頭整個坨 就變成完全是白色 但是你整體是光了 但是你有坨白色 怎麼可以 免除這種情況呢 一種的方法就是 照到白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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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讓白紙反射出來 Physics有學的 中三通常 Optics的時候 有學一個叫慢反射 Diffuse Reflection 有這些光射進去之後 因為它那裡粒粒粒 就會有不同的方向 反射 於是就不會成了一些特別的影像 這個慢反射的攝影方法 或者反射方法 就會令到那些光是柔軟的 不會集中在某一點爆了 所以一個方法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 我這盞是博士燈 它有一個濾網 就是濾到那些光 會變成慢反射 射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 就是用燈照著自己 因為它有一個濾網 就不會爆光 有關手機架 這個手機架 我就想介紹一件事 就是 其實先說完 就是 其實目的很簡單 就是想將手機架在空中 這個是用來拍手寫的內容 我介紹些什麼呢 我上去拿 不停的東西 很快拿完 回來 好 這件東西 就非常的sophisticated 它就是我弟弟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我們上年的時候在這裡玩 我就是設計了這個架 去把手機放在這裏 以至我可以由垂直 看上去拍到我要拍的東西 為什麼要透明呢 當時還沒有太懂採光的東西 就說透明應該可以透到一些光 去多一點 於是我弟弟就能夠 access到一個 的laser cutter 於是就將一個 雅膠膠 甚至可以engrave 和mess quiz數學世界 在其中 Hello 在拍片的 你可以過來的 可以的 這個我女兒仲言 就可以有這樣的架 其實後來就發覺 原來那個手機這樣放在這裡 直接拍下去 很多時候都會拍到樣子 我昨天就再改良了一點 就用了這個東西 它的不同之處 這個也是差不多的原理 但我自己都用cutta cut 將紙皮切成它 這個原理就是 本身我是水平的擺 現在我就是斜斜地擺 斜斜地擺 就可以避了一點點的光 當然就會變成好像 其實也真實一點 平時你看上去寫東西 你都是斜斜地看那張紙 就會像那個做法 另外這個就是涉及到 那些的physics 就是你在這邊擲著它 其實整個東西會倒 那我就把書的震震震震震 在這邊撬著它 撬著它之後 在這邊擲著它就不會整個東西倒 它就將那個 Center of gravity 放在一個 它站到的位置 我想大概 這個也近這邊 總之它只要在這塊面那邊 就OK 它就不會倒 它就不會有個moment 不讓它倒 這些就是 很多人問我讀數學 讀physics有什麼用 其實就是這樣用 你懂用的時候就是懂用 不懂用 你就是不懂 你就不知道 OK 真的是很有用的 自製了這個手機架 有時候有些東西真的是自製 你去買的話 都應該買到一些 吊個手機過來 一條的金屬線 吊它過來 但是始終那種會搖的 始終也是 你又要找方法令它很實 總之你做到就可以了 我只是想做一樣的東西 我想把手機吊在空中 面對的挑戰就是 我想看不到手機架 我不想它會搖 我又要它不妨礙我寫字 因為我真的想計算給學生看 我想是方便拿起就用得 我現在有這個就相當開心了 你說這個是不是之前的生日禮物浪費了呢 又不是 起碼自己開心 我弟弟那麼用心 跟我做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它暫時不是有 不是有直接的用途 但是它都是一件很好的 紀念品來的 好 稍後再放好它 有關直播軟件OBS 我就拿過來 直播軟件OBS就是這個 你看到一格格的Inception 你看到最外面那個就可以了 其實可以預先設定不同的Scene 例如說這個 就是一開始走進去的時候 Greeting 見一下大家的樣子 或者我一按Intro 它就會 就會右播那個東西 播完之後 我又要按另一個Scene 或者稍後我會介紹另一個方法 它會藉著另一個Scene Bottom right 代表我在右下角 這個代表我在左下角 這個代表我在中間 為什麼這裡不是正中間的呢 原因就是 其實我的webcam 其實是拍到隔壁有個櫃 這個櫃 如果我不能弄到它 綠色幕不夠大 如果不弄到它就拍到走廊 於是我就拍到少少走廊 然後剪掉的櫃 然後剪掉 於是剪掉的部分就在那裏 所以我伸手過去就會看到消失了 好 好 那跟著 Ultro就會是播放 然後 Planetalk就這樣 Planetalk 好 稍後再介紹這個 在家Logitech到底是做什麼的 好 這個就是OBS的軟件 簡單介紹了 OBS 是一個免費軟件來的 它可以錄影 亦都可以直播 OK 兩樣東西都可以的 直播就是直接上YouTube 或者直接上Facebook 就直接看到你的了 就可以把剛才那些預先設定好的東西 去組織 其實不難弄的 譬如我把這個東西動來動去 那我就會走 我把它貼回到這裏 那我就會在這裏 先弄回這個 不然你看不到我的 免費軟件 可以錄影 可以直播 第二就是 OBS 開頭的設定 其實都動一點複雜 要摸索一下 令到平衡到電腦的效能 和質素 原因是 其實拍片這件事是很銷魯的 它將整個電腦的影像 全部 一粒粒的 character 全部 記錄了 你那個檔案 錄影 通常你的手機都是 錄影 就是很浪費電 原因是它真的在做很多東西 亦有很多setting 會影響 那個 Workload 例如 1280乘720 叫High Dan 高清電視 1920乘1080 就叫Full High Dan 它涉及的像素是High Dan的兩倍 你看到好像不是多了很多 720和1080 沒有兩倍 但是 這個就和數學有關 就是因為你是兩個Dimension 一個是直 一個是橫 這兩個Dimension 放大 就一齊 放大開方2那麼多倍 1.414 每個大40%左右 其實整體就會大了兩倍 這就是差不多這樣的情況 是High Dan的兩倍 另外 就是30個FPS FPS Stand for Frame per second Frame per second 每秒有30張照 他把30張照片全部影 而60個FPS 就是30個FPS的兩倍 即是如果你調成60個FPS 他就會一秒內拍了60張照 30個FPS 就一秒內拍了30張照 但是其實 一般來說都分不到他們的差別 人眼是分不到 打開機的人會覺得 但是我們教學片 或者是 很多電影都是24個FPS 已經能夠做到很順暢 流暢的效果 所以大家的設定 如果你們的電腦 不是超高效能那種 一開始可能1280 720 30FPS 其實已經是不錯的 做法 我現在就是1920 1080 30個FPS 似乎我的電腦都還能吃到 所以我就會再弄一弄 弄到這樣 有關去除背景 去除背景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過濾顏色 你定了某些顏色 他在後面 然後他會自己和你濾走 那就是一些 過濾顏色 你會看到 其實我這裡 我轉一轉的時候 這裡 你看到我的臉 不見了一點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 其實光打了在綠幕 綠幕打到我的臉 再打回到webcam 令到那個反射的光 是有綠色的元素 所以 他就濾走了 想避免這些東西要怎樣呢 那就 講回多一點 Technical的細節 第一個 綠色是最好的 原因就是 原來在我們採光的那塊晶片 裡面有二分一的 彩光的元點 是綠色的 其他的二分一 就會分別是紅色和藍色 所以綠色 是機器最容易認到 這隻是綠色 光的三元色 這隻是綠色 他就認到 於是 綠色較淺 就令到你要照光的綠色 其實才看到是綠色 這個是下一個項目 照光你的幕 這塊幕才會是綠色的 如果你不照光它 它就是黑色 很簡單 你不照光它是黑色 它沒理由淚走黑色 如果沒有頭髮就會消失了 所以 一定要照光你的綠幕 令到你的綠幕真是一個綠色 第二就是要拉緊它 拉緊它 才令到那些皺紋 槽的地方 就不見了 才不會 糊糊糊的 這樣 叫起 炸 有這樣的說法 就不會這樣 拉緊你的綠幕 好 還有要遠離你的綠幕 剛才說了這個 就是綠幕彈回頭 彈回到那個webcam 我沒辦法了 因為我家裡已經霸了很多地方 我唯有容量自己的臉 這一塊不見了 或者我自己坐前一點 或者我另外在旁邊再打多一盞燈 都會對質素有再進一步的提升 但是 但是也要平衡 暫時我就未做到這一步 可能遲些做 我知道要遠離那個綠幕 但是我家裡就有這樣的限制 另外用一盞燈打下去 自己的後面 令到後面的顏色出來 其實這樣也是 Work的 剛才所說的就是這個綠色打過來 然後反過來是綠色 但其實是反映不到我的臉真正的顏色 我的臉真正不是綠色的 如果我有另外一盞燈在後面 就是backlight 在後面打去前面 就能夠把我的臉真正顏色 打回到webcam 那就不會產生這個情況 因為綠色的光射過來 你一是就反倒 要是反不了 反倒的時候 一定是綠色光 不會變成別種色 這個就是那個 困難的地方 我又要綠色是綠色 又要臉不是綠色 所以我就需要更多的光源 這個是概念 好 講到這裡 有關手機當成webcam 到底怎麼做 OK Droidcam 剛才說過 那個 方法 就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裝了之後 可以透過WiFi 或者是透過USB 去到連接 連接的時候 怎樣呢 拿回手機 手機都有一個App 要裝 就是Droidcam 是免費的 但是就會有廣告 如果要沒有廣告 就給錢 40元港幣 很便宜 它有兩種連接 一種是WiFi 我先示範了WiFi 這裡 開始了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看到了 在這一邊是這樣 但是其實在OBS那裡是怎樣呢 OBS那裡 其實我就有這個 你就看到 我將那個Droidcam 加了做webcam 於是這裏怎樣弄呢 他就會弄在後面的背景那裏 好 然後就弄回這個 好 那我就能夠做到那個 效果 好 然後我stop了 示範完筆 出這個 擺放在OBS 它會當成是一個 webcam 去處理 但是 好像有多少的困難 有時候要 restart 有時候要重裝 這些東西是這樣的 未必是 它不work是正常的 它work是不正常的 這個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那個電子系的老師 就這樣告訴我們 就是讀電子那些人 不work是很正常的 那麼 在Cam 它有免費 是有廣告 如果是付費沒有廣告 它就可以做到hi-dan 即是1280x720的版本 也有其他service 其他service 除了在Cam 就有其他可以使用的東西 但是我沒有試過 所以就介紹不了 在Cam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反而是現在work的 Wi-Fi和實線 實線講一點 剛才是透過Wi-Fi出的 所以你會發覺 多少有些 delay 我暫時用實線都試過有delay 但是一般就會快了 OK USB debugging 是什麼 其實我們的手機有一個隱藏功能 你只要YouTube這樣找USB debugging 就會教你怎樣做 類似就是你要按入setting 按自己的號碼 7次 即是好像戳備記 就可以開到Developer option 就可以開到USB debugging 這樣才能夠將JoyCam的Client 和JoyCam的App 連接在一起 透過一條USB線 USB C USB C比USB B更快 就會傳到過去 於是有線的話 當然會容易一點 不用透過網絡 Wi-Fi無線 這樣 這樣就是USB Debuging 再介紹多一點工具 一個就是小魔怪的網鏡頭 這是什麼來的 我先看這個 開這個 拍給你看 好 就是這個東西 我其實這個webcam 我弄了一隻這樣的小公仔 這個小公仔 就是用來做什麼呢 是幫助我看鏡頭 我平時教書 學生以為我看著鏡頭 那麼好技巧 其實我只是看著那隻公仔 看著他去說話 我現在當你是那隻 拍出來的小魔怪 對我來說也挺有幫助的 這種可能就是hacker的 那種mindset 我hack了他 他本身是個鏡頭 但我將他變成公仔 比較容易 去到望鏡頭 還有他笑著 我看到他的時候 都會想笑多一點 這個對我 是挺有幫助的 一個東西 好 另外就是backboard backboard又是什麼呢 我又轉過這邊給你看 我用了另外一部的 Android機 是很舊的 機 Note 2 Note 2 它可以有個app 裝在這裡 就可以有些操控 出到 譬如這樣 我按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剛才的intro 好那回來 很多時候我控制OBS 就不用直接在那邊控制 我能夠有這個 Android的手機 我就可以 預先set好一連串的東西 我就是這樣去控制 錄還是不錄 好 現在才看到 控制錄還是不錄 我就是這樣用手指按下按下 講到這裡就完了 好 還有就是課金再升級 課金再升級 這個講什麼呢 課金再升級 就是有些東西 付錢 可以更厲害 就是剛才那個 例如backboard 你沒有一架額外的Android機 你又很想有這個功能 真的很方便的話 有一個東西叫Streamdeck 一千元 一千元 他能夠做到的事 基本上就是剛才的 但他有實體按鍵 帥哥好多 每一粒按鍵 有自己的螢幕 你可以教他 會出什麼 用Streamdeck 做了一個遊戲 這個是其中一件 課金再升級 幫助你直播的時候 可以很方便 一次過做到很多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 Capture Card 如果你是有 DSLR相機的 沒有的話 我勸你 不要為了這件事 去買 DSLR相機 除非你真的很發燒 如果你本身有 DSLR相機 你可以買一件 Capture Card 其實它就是 一件很簡單的東西 它將HDMI的 Signal 轉了 USB 令到相機變成一個Webcam 就是這樣 但這件事很貴 Elgato的 是要一千元的 淘寶似乎有三百多元 我找到我弟弟 可不可以 買得到回來 試試 這個就是課金再升級 去到這裡就結束了 半年的搜尋 和嘗試的過程 都是去到學習 怎樣去教得更加好 今天就是將這些 半年裡面 所學習到的 一些小的 東西 小的 課題 去到 列出來 給我自己有個紀錄 亦都開心 Share 給大家 希望大家 喜歡 拜拜 拜拜 去到最後 就 播出了個 歐草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 我都預料了 但很多時候我自己拍片 都懶得不做這個 歐草的部分 完了之後 就完了 OK 背景音樂 全部是OPS 有一個set 就是這樣 拜拜